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亲朋观察 美国国会通过了TikTok法案 让中共气得跳脚 而美国的驻华大使回敬 欧洲也落井下石了 罚款呢 一千万欧元 那么北京将如何回应呢 传川普呢 召集多个富翁 到海湖庄园密伤大事 后来呢 马斯克捐了超过一亿美元给川普 又是怎么回事呢 那首先呢 还是请大家在评论区 关注我的YouTube新频道 以及干净世界频道 让我们呢 一起关注2024年全球财经 政治的变化和投资机会 谢谢 那中共呢 最近是被美国打懵了 就在两周之前 当TikTok的美国高管 带着好消息 飞往新加坡国际总部的时候 中共当局以为在美国高枕无忧了 没想到呢 他们偷犯了形势 当时TikTok和背后的大老板们 兴高采烈 庆祝呢 美国的总统拜登的竞选团队 在超级晚周日 入驻了TikTok 以及呢 美国TikTok的用户高达1.7亿 这个占了一半还多的美国人 所以他们乐观地认为 没人敢和超过一亿的年轻人作对 而民主党也不会和总统过不去 但事实证明 他们高兴得早了 上个周美国的国会两个委员会 联手对TikTok法案投票 高达50比0的投票结果 吓了他们一跳 而且呢 TikTok的一个致命问题也被曝光 国会议员们聘请了一位数据科学家 发现亲巴勒斯坦标签的视频的浏览量 和亲以色列的视频比例呢 居然是69比1 这个就表明TikTok的算法在背后偷偷的作恶 于是呢 高管们就给自己找了一个合适的理由 不是我们无能 是敌人太狡猾了 这个过程是可以保密的 因为法案乞讨人知道 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推进这项立法 TikTok的一位发言人表示 而且呢 可能是因为得意忘形 TikTok还出了一记荤招 给用户发出了残疮通知 呼吁他们给自己国会选区的众议员打电话 而这个更加激怒了一些议员 因为很多年轻人打电话的时候 甚至懵懵懂懂的 什么是国会议员呢 那在美国的政界 要求封禁TikTok的力量 也比中共之前想象的要强大得多 不仅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和安全审议委员会 成员Jacobs 试图打造一个跨党派和跨东西海岸的 对华鹰派联盟 一个目标就是封杀TikTok 过去一年他见了100多名国会议员 跟所有人都谈到了TikTok 而在听证会上 美国的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和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 则作证TikTok受中共控制 司法部副部长莫纳科也从不讳言 TikTok的中国血统造成了国家安全风险 总统拜登也发言 称如果国会通过了法案 他会签署 民主党大佬前议长佩洛西 亲自出来要求议员们投票支持 他说TikTok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资产 于是3月13日周三 美国的国会众议员以极快的速度通过了这项法案 接近85%的议员投了赞成票 要么下架 要么卖掉 中共气坏了 3月14号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 看到别人的好东西就想方设法据为己有 这完全是强盗逻辑 这种不能在公平竞争中取胜 就采取霸凌行径的做法 扰乱的是企业正常经营活动 损害的是国际投资者对投资环境的信心 破坏的是正常的国际经贸秩序 最终必将反噬美国自身 我觉得他说的很好 那中共国际民退就是看到别人的好东西 要想方设法据为己有 以低俗为借口封禁了自己跳动旗下的内涵段子 就是在撩乱企业正常的经营活动 损害投资者信心 那中共呢 在大陆封禁了TikTok 逼TikTok以及谷歌脸书推特等等推出香港 破坏的是正常的国际经贸秩序 最终必将反噬自身 美国的中华大使伯恩斯呢 也对中共进行了反击 我觉得这个极具讽刺一味 因为这里的政府官员正在利用X平台批评美国 但他们不给自己的公民使用X 使用Instagram 使用Facebook 使用谷歌的权利 那确实呢 中共喉舌这两天也在推特上嘲笑这个美国 胡锡进还贴出了和美女间谍方方的合影 还替了TikTok周寿茨吓唬用户 他们准夺奪你的TikTok 那3月14号 中共国交部还发出了一篇讨伐习文 美国所谓言论自由的事实真相 义正言辞地批判美国一意孤行打压TikTok 不过中共自己为什么也封禁TikTok呢 为什么在中国上推特也要被抓呢 那当然了 关键时刻美国的盟友们站出来了 说美国你没有必要一个人背锅 那3月14号 意大利竞争与市场管理局宣布 已对TikTok公司旗下的三家分公司 处以总共1000万欧元罚款 原因是 其某些内容对未成年人或弱势群体 构成了很大风险 那通告还列举了法式疤痕 French Scar 挑战等多种一度在青少年中泛滥的危险动作 当作佐证 尽管这些内容是具有潜在危险性 但仍被TikTok通过演算法是扩大传播 同样是3月14号 欧盟执委会正式的致函脸书 TikTok等各大网络社群媒体 要求他们作出回应 因为欧盟委员会担心造假的影像和录音可能会被用于影响选举 尤其是三个月之后 欧洲议会选举即将登场 而众所周知 TikTok和抖音呢 前一段时间在中华民国大选中刻意散播对中共有利的信息 3月12号 美国的白宫情报总监海恩斯也说 不能排除中共将利用TikTok影响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 3月14号 加拿大也证实 从去年9月起就下令在对TikTok进行国家安全审查 一旦美国正式通过了相关立法 加拿大也会采取同样的步骤 加拿大企业家Kevin Oliver 还能表示说他有意买下TikTok 那另外呢 近几年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英国的立法者呢 已经通过立法禁止在政府设施、学校 甚至呢整个国家的区域范围内呢 使用TikTok 半年前阿尔兰当局也宣布 TikTok因为违反欧盟有关儿童个人数据处理的隐私法 被罚款3.45亿欧元 今年2月19号 欧盟内部市场事务执行委员会宣布 将正式对TikTok展开调查程序 了解他对未成年人用户是否给予了充足的保护 那路透社称 若发现TikTok有违法 可能会被处理呢 相当于全球营业额6%的罚款 当然也有人说就是卖出TikTok 可不太容易 它不仅呢 在美国就有这个1.7用户售价会很高 很少公司或个人买得起 而像微软、谷歌、Meta等科技巨头虽然买得起 但拜登政府已经多次试图用反垄断法来阻止他们变得更大 但是呢特别有意思 就在这个时候 美国前财政部部长姆努钦就表示说 他正在组建一个投资者团体 试图收购TikTok 我认为这项立法应该通过 而且应该出售 姆努钦呢周四在CNBC的节目中表示 姆努钦现在是自由战略资本公司的负责人 这家公司的合伙人之一是软银的孙正义 后者呢是TikTok母公司字节跳动的投资人 而且呢还有其他有兴趣的买家 华尔街日报周日报导说 暴雪前执行长鲍比·科迪克正在寻求交易 那当然大家也知道说 真正反对出售的呢并非股东而是中共当局 2020年 美国政府首次试图强制出售TikTok时 中共呢曾经制定了技术出口新规 限制对推荐算法类似的技术呢进行出口 那去年中共再次表示反对出售 不过实际上 中共当局可打的牌不多 因为在美国你就得遵守美国的法律 3月13号周寿兹声称将竭尽一些力量保护TikTok 可是呢目前看身段不大 那第一呢 中共任何的官方回应都会推动美国禁令 3月14号美国国会对中国共产党特设委员会 在推特上发出了一段视频 记者问 你们为什么不卖 周首次说 这不可行 会导致应用程序在国内 它只能中国被禁 特设委员会的小编就略带讽刺的评论 因此TikTok承认 它宁愿牺牲美国用户和收入 也不愿意与种族灭绝的共产主义政权脱离关系 合乎逻辑的商业决策 那第二 美国国会本身它就是立法者 虽然呢参议院反对比例可能会高一些 但是考虑到民意和实际上TikTok对美国的威胁 最终不通过的可能性极小 第三 TikTok可能会用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为理由反诉 但是呢国会现在是以国家安全为理由进行处置 而且两党的共识是 中共越来越多的使用特定的载体 指代破坏民主规范 包括将关键和新兴技术武器化 这个呢也包括大量的美国个人数据和敏感数据 所以呢最高法院也很难拨回 那么接下去会怎么样呢 我们呢也会继续的关注这场精彩的世纪大戏 我们再来谈谈美国的另一件大事 就是川普和马斯克最近走得很近 那上个周呢多家媒体就报道 两个人在海湖庄园会面了 还说呢川普之所以举行会面是因为竞选资金不足 而且呢法律费用仍在不断的增加 也就是说川普想拉马斯克当大金主 消息曝光之后马斯克在X上发文表示说 他不会向任何一位总统的竞选活动捐款 马斯克呢也没有承认和川普见过面 但是本周一川普在接受CNBC采访的时候承认了 不过同时表示他不确定马斯克是否会支持他竞选连任 那周二呢华盛顿邮报就爆出了一件大事 去年夏前川普呢问马斯克这个是否有兴趣购买他的 社交网络媒体叫做Truth Social 那去年的马斯克以440亿美元收购了推特 当华盛顿邮报的记者询问的时候 马斯克回答从未去过海湖庄园 川普媒体的发言人湘农迪瓦恩 他在电子邮件声明中表示说 我们听说川普和马斯克实际上正在讨论收购华盛顿邮报 但他们认为他没有价值 那么两个人哪句话真哪句话假呢 我认为呢就像有朋友说的那样子 实际上马斯克给川普送上了大礼 价值呢超过了1亿美元 包括第一 2022年年底推特重新启用了川普的账号 川普的粉丝是高达8000多万 一旦启用那么呢可以影响大批的美国人 第二 马斯克恢复了很多保守派媒体的账号 还帮助美国第一主持人 前福克斯新闻的卡尔森 开设了视频播出 而众所周知 卡尔森是川普的铁杆支持者 第三 马斯克最近在频频的抨击 拜登的极左政策 包括批评拜登 故意让数百万的非法移民进入了美国 给美国带来了混乱 而借此民主党人却可以永远的掌权 那我们知道 推特呢是全球第一的键盘政治平台 让真实的声音发出就是对川普最大的支持 加上马斯克本人有1.76亿粉丝 在美国的中间派和温和左派当中是很受欢迎 所以呢 马斯克的捐赠 大家认为说是不是超过了1亿美元呢 而且同时呢 很多人还注意到一个独特的现象 美国原来特别讨厌川普的媒体 CNN 纽约时报 华盛的邮报 现在和这个2020年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他们现在所配的这个川普的图片 就很像川普竞选团队的官方照片 而2020年就充满了负面的信息 那这个又是怎么了呢 我认为呢其实也很简单 2020年这些媒体对川普的刻意的扭曲报道 让用户是骤降 他们亏了很多钱 所以呢 现在只是想活下去而已 同时呢 他们在两边下注 因为民调显示川普是领先拜登 再次当选的可能性很大 但是是不是说这些媒体的报道就值得信赖了呢 我认为不是 关键时刻他们还可以转向 因为他们做事的出发点是利益 而不是呢 新闻自由和客观性 那么接下来去美国的大选 如何进行 又将给世界带来什么改变呢 也让我们呢拭目以待 好了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 请喜欢我节目的朋友在评论区 订阅我的新频道 2024年 让我们一起见证大时代 好看 好看